你听见了闻所未闻的 幽远之声 生活在黎月地下的古老炎元素生物 大多目不懂事 千百年来不见天人 那声音 时而妻妾如歌 时而可不如雷 阎王爷兜兜转转 最终竟在炎层内 找到一块奇异的怪石头 惹头龙王便是如此 我应他愿望将他带上地面 阎王爷联系这块石头的灵性 便亲自操刀将它雕成一条巧夺天宫 栩栩如生的巨龙 我赐予他看清事物的双眼 与他约法三章 在一指为笔将龙的眼睛点上 说是持那时快 天上电扇雷鸣 一条真龙 横空出世 我应允他与地上的人共生 但若有一日他破坏了秩序 就要再度被封入黑暗 此后那龙便常伴阎王爷左右 随时征战南北 又赞此事一辞 正乃金石崩碎荡尘埃 盘山与水尽为开 创龙点睛得助力 盘魂碎隐 鱼路来